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是不是上等人照一下镜子就知道了 真的不是迷信 一起来听 人与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身体 除了那些因为生病无法控制身材的人 普通人拼的就是对身材的掌握 身材好就是一种时刻 这是个以貌取人的时代 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臃肿的身材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心 你的身材就是你的名片 它能折射出你内在的品质 性格 习惯 千万别因为身材 让人看低了你的层次 一 这是一个看身材的时代 曾有一条新闻 上海某著名小学招新生 面试家长看家长身材 肥胖的不要 这条新闻一出顿时家长们炸了锅 有赞同辞职的家长留言 我觉得非常好 肥胖的人自我管理能力差 还怪小孩不听话 我觉得太赞了 自我管理能力低下的家长 肯定无力配合超一流的教育 老外的私立学校也很严格 有钱都能进的 你愿意往里挤吗 我觉得看家长身材肥胖 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 首先肥胖不是短时间行程 应该是长期不注意饮食和运动造成的 家长连自己都没有管好 你相信他们会管好孩子吗 自己都没有信心去坚持的东西 还会指望他们鼓励孩子去坚持吗 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 是让自己变得优秀 给孩子做榜样 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那么你先成为那个人吧 这个社会对胖子太残忍了 找对象时被嫌弃 找工作时受歧视 好不容易找到对象结婚生子了 以为生活总算上了正轨 结果没想到身材 还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 果然这是个看身材的时代 别以为你年长就不用看身材了 没想到作为家长还要看身材 如果你是胖子 孩子都要被你拖累 二身材好也是一种实力 一个人的身材25岁前是爹妈给的 25岁之后是自己修的 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 往往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反之臃肿的身材背后 可能是一团乱糟糟的生活 我们公司副总裁来自法国的欧总 就是个身材超好的高富帅 不过是个50多岁的老帅哥 他每天5点半起床 然后去操场跑步 有一段时间要参加汉马 武汉马拉松赛 所以他更是加大了训练量 欧总管理着公司最重要 也是最忙碌的制造领域 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 还经常出差 别看他一把年纪了 可每天精力旺盛的像个小伙子 的确当老板要讲资历 论能力 但更要拼体力 经常的出差 坐飞机坐火车 不规律的作息 没有良好的体质是吃不消的 我的同事老张就是因为胖 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肥胖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有一次老板召开一个内容枯燥的会议 他经历不好 特别容易打瞌睡 老张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 脑袋还湿不湿 小鸡啄米 圆桌会议室里 他正好坐在老板对面 老板重重咳嗽了两声 老张从睡梦中惊醒 继续听讲 结果没一会儿 他又犯起困难 老板一一收在眼底 肥胖给工作带来影响 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还谈什么拼搏奋斗呢 人与人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身体 身材好就是一种实力 三 你的身材就是你的身份 判断一个人的身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的身材 正如保罗·弗塞尔在格调一书中所说 你的体重就是你社会等级的宣言 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 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CCL领导力调研也表明 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 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 想想也是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 有强烈进取心 努力奋斗 事业有成的人 普京 奥巴马 马云 李彦宏 于敏宏 大多都是身材匀称 温文尔雅的人 而那些庸庸碌碌 不思进取的人群 我们更容易看到大富翩翩 体态臃肿 举止粗鲁的人 英国纪录片 《人生七年》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该片选择了14个孩子进行跟踪拍摄 每7年记录一次 从7岁开始 14岁 21岁 一直到56岁 这是完全的真人秀 记录了普通英国人的人生 片中一对精英夫妇 56岁时依然保持好身材 由原中产晋升为精英的教授夫妻 和公务员夫妻 体型也不错 而那些底薪家庭长大的男人们 虽然也有英俊帅气 但最终 他们更多的成了胖子 尤其是他们的妻子 身材变形得更厉害 4.瘦很昂贵 造成肥胖的原因 除遗传的影响外 主要就是不合理的饮食 以及运动太少 油炸食物 快餐等垃圾食品 都让人容易变胖 吃俊气这么多热量 不运动就会产生肥胖 很多人没有生活 只有生存 他们经常加班熬夜 缺少睡眠 暴饮暴食 或者饮食不规律 生存的压力山大 哪有时间和精力 去锻炼身体 控制饮食呢 况且他们难有 身材管理的意识和知识 所以过劳肥越来越多 而富人正相反 越来越多的富人意识到 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他们有时间有金钱 对身体进行投资 他们愿意选择绿色 有机低热量的食物 舍得在健身上花时间 也承担得起 上健身房 请私人教练的大把银子 国内曾有一项 关于财富和运动关系的报告 数据显示 那些拥有财富 更多的人倾向于 更多的运动 大数据显示 每日行走 8000步以上的人群 平均收入高于 8000步以下的人群 6.4% 果然好身材 就像是奢侈品 瘦很昂贵 5.你的好身材里 藏着你的自律 身材和时间金钱有关 没错 但关系更大的是 自律和意志力 正如网上 对人生七年的评价 人人都只看到了 精英与生俱来 优越的家庭条件 和社会地位 羡慕他们有 私家健身房 有私教 认为他们能有健康体魄 匀称的身材 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又有谁看到 他们在饮食控制 健身等方面的自律呢 要知道那些有六块腹肌的男人 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 他们拥有你想象不到的自律和意志力 钟汉良曾晒过他的早餐 只有一片面包 几个蘑菇 郭富城坚持健身二十余年 每天最少跑步半小时 即使到外地 也会要求入住24小时开放健身房的酒店 要是酒店没有健身房的话 他会自备绳子 在房间跳声 刘德华为了拥有六块腹肌 与紧实的胸肌线条 把家里变成了健身房 开演唱会前 他会坚持长跑练气 拍戏时 他会利用空档举哑铃 每天再忙也要运动 严格林不仅在写作上自律 还会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锻炼身体 游泳和跑步 他在餐厅等朋友时 还不忘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 他说形象是女人的纪律 正是几十年如一日 钢铁般的一只自律者 所以他六十多岁了 仍保持着纤细的身材和优雅的状态 人人都知道管住嘴 迈开腿的真理 可是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像他们这样呢 好身材是奋斗出来的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时段时序 不是一天的热情 那些今天喊减肥 明天喊运动的人 大多只是嘴上喊喊 安慰一下自己脆弱的心 每一个胖子都有一颗一碎的心 一个怨天尤人 抱怨喝凉水都长肉的人 怎么能看到好身材的背后 是满满的自律和坚持呢 如果连减肥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优秀 如果连身材都控制不了 还说什么掌控人生呢 只有自律的人才能抵御住诱惑 克服惰性 说到做到 日复一日坚持 你的好身材里藏着你的自律 而自律能改变你的人生 三岛游记夫说 人生只有这么一回 为何不多加珍惜 短暂无常的身躯 予以锻炼雕琢呢 愿你努力奋斗 精心雕琢出一副好身材 你跑过的每一步路 你洒下的每一滴汗水 付出的每一分努力 都会让你功不堂捐 来源 saga一样大红amientos 准备 整里面 边停 整里面 都会让你力级 每一步都会放赶